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咬咕饼 收拾来我们现在是鱼 我们选的是Fish Bar 每边是新的海食甲 它特别是海 给了一种很鲜甜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会拿来清蒸 所以代表过年的意思就是练练休鱼 咦 你就不可以少了 这是肯定的了 通常我们都是会有一个发菜 发菜 发菜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发菜 海参花 菇牌 西兰花 这些都是我们吃的发菜 通常发菜是海底里面的一个海草 它的意思代表同样的发大菜 接着来我们有河鱼饭 我们的河鱼饭是每人一粒的 每一粒里面包含豪豉 咸蛋黄 还有不可以少的是虾米 鸡肉 通常我们煮了一些油 每人包含米的时候 都会再蒸它整个小时 所以完全发挥到 河豉和咸蛋的味道在河鱼饭里面 食礼生真的非常不同的感觉 最后一个新年的甜品 就是龙岩海底夜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芋头炸年糕 烟年糕 烟年糕式 通常吃了一点都会步步攻升 我们的菜式都很适合一家大势来吃的 希望大家团年饭那天 会来到乔根比姐 桃园中餐厅试下我的手势 今年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我们的元宵节 和情人节都会在一起的 到时我们的中餐厅 都会配出两个甜品 来庆祝这个燃烧雪和情人节 到最后 我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健康 多谢